打假球一隻掛牌,教練射詐 你這種教練只說對不起,對得住我們嗎? 前天中國南韓印尼一共八名球手 在分組賽最後一場為了走線而打假球 令世界羽聯以不符合運動精神為由 取消奧運屢傷八強的資格 雖然羽聯說不會追伐,但作為中國總教練 難道沒有責任? 我們對賽制的理解還是不夠透徹 不管是我,我作為總教練也好 還是作為隊員也好 之前臨丹七次恩相退賽 其實都是讓路給隊友 我這樣又怎麼算? 非要像愛國人家說 要兩個中國人拼得看鬥牛似的 有一個死有一個傷 為什麼要讓我們自相殘殺呢?我搞不懂 教練死不認錯,而打假球的選手 就齊齊認輸 向所有的球迷朋友們道歉 因為確實我們沒有做到奧林匹克 一個體育精神 不過之後就在微博宣布掛牌 那時候就練得很不分氣 俞陽說他們只是受傷 用規則放棄比賽 而黃曉妮就罵世界與亂 粉碎了他的奧運夢 有網民認為打假球不值得同情 也有人說教練才是幕後主路 球員和球隊只是代罪高揚 就... 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